大家也很驚訝就是唱完歌走回來 然後第二天就發生這種事 同學人越說越心痛 台北內湖寵物店當先老闆 斥資上百萬裝潢寵物店 其附設寵物旅館 卻因無法順利經營走上絕路 家屬也把矛頭直向二流圖屋主 認為對方刁難 才導致老闆遲遲無法申請營業登記 造成經濟出現問題 把名義變更成商務用品買賣 因為只有這個不用簽同意書 一個罐頭只能賺兩塊錢 對啊 這怎麼可能付得起 一個月五萬塊的房租 然後還要養家戶口 同學人離心女子控訴 當初老闆與二流屋主口頭協議 卻是十多萬幫忙修繕陽台 對方才簽下同意書 卻換來翻臉不認人的下場 原定今年二月要開幕 至今卻無法營業 老闆不堪負債才因此想不開 什麼都會簽給我 不管怎麼樣他都會簽給我 他覺得很高興有搬來一個好鄰居 家屬親友分分不平 但面對種種指控 二樓屋主也有話要說 完全是騙著 二樓的修繕是我自己出錢自己修繕的 如果他去告訴鄰居 條款的調適時 幫他吃東西就 出了反而不簽嗎 你覺得我有可能做這樣的事嗎 原來依照法規 要在住宅區設寵物店 必須要得到左右兩戶 及正上方住戶的同意 如今就爆出鄰居間 意見不同又發生漢市 外界質疑法規有檢討空間 接下來我會請相關局處 來研究相關的規定 是否有更妥適的做法 開寵物貨文室旅館 卻因一張同意書 鄰居間爆出糾紛 還意外扯上一條人命 兩方持續各術各化 糾紛人陷入僵局 今晚中央報導 立刻下載淨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實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掌握新聞 掌握新聞 掌握ierno 掌握